跟着我的思路一起化身为宝宝万事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以及婴幼儿们 我带着喜悦和谦卑的心 要和你们分享我最重要的耳语秘诀 超级婴儿通实作片 天才保姆的0到3岁ESY育儿法 我对于能协助父母理解并照顾幼儿 向来感到自豪 每当有家庭愿意邀请我进入他们的私生活 我都倍感荣幸 而且每一趟都是非常亲密 又有成就感的旅程 自从2001年和2002年出版两本书以后 我的人生开始了一连串的冒险和惊喜 且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机身作家之列 摇身成为公众人物 除了维持平常的私人咨询时间外 我还多了广播电台和电视访谈 更受邀飞往世界各地 认识了许多非常出色的父母与孩子 深入了解他们的居家生活和内心世界 不过别担心 除了行程稍嫌繁忙 我还是原本的我 一样在婴幼儿领域埋头耕耘 真要说的话 我确实有点改变 我不再只是耳语专家 多亏各位 现在还多了万事通女士的称号 许多父母将我的建议付诸实行之后 纷纷捎来感谢的信函 其中也有不少父母表示 太晚看到我的第一本书超级婴儿通 而着急地寄出求救信 或许你正按照我的建议 为宝宝建立规律作息 但宝宝已经八个月大了 你不确定书中针对新生儿的原则 是否依然适用 也许你觉得奇怪 孩子怎么和其他同龄幼儿不一样 又或者你正深受宝宝睡眠 哺乳未养或行为问题之苦 更糟的是 三种状况全都终奖 不论你现在深陷哪一种风暴 你最想问的问题一定是 崔西 我要从哪里开始 我该先做些什么 你也会想问 为什么书中某些方法 对我的宝宝不管用 这几年我一直努力解决这类问题 其中也遇过几件棘手的案例 一对三个月大的双胞胎之一 因为食道逆流严重 无法正常吃一餐 而且不论白天黑夜 睡眠永远没办法超过20分钟 一名一岁七个月大的女婴 不肯吃副食品 所以她每小时都会醒来淘母奶喝 一名九个月大的女婴 分离焦虑十分严重 妈妈得一 整天抱着她 一位两岁的小霸王性格之爆裂 爸妈几乎不敢踏出家门一步 在我把这些烫手山芋一一解决之后 不知不觉就多了个万事通女士的称号 而这也让我体认到 比起前面两本书的基础对策 我必须再加强阐述育儿这回事 因此 在这本书中 我将牵着你的手 抚平你的恐惧 告诉你如何掌握育儿诀窍 我要把这辈子的耳语经验 和所有常见的疑难问答传授给你 领你进入我的思考模式 当然 就算我以尽力列出 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每个宝宝和家庭 还是会有些许差异 所以当父母带着自家难题找上门 想弄清楚宝宝或幼儿怎么了 我一定会针对孩子本身和父母的处理方式提出一堆问题 接着再拟定解决方案 这本书的主旨是帮助你理解我的思考过程 养成自问自答的习惯 久而久之 你不但能成为耳语专家 还能变身万事通先生女士 让问题迎刃而解 继续阅读之前 我希望你记住一个重点 问题不过是一件带处理的事情 或是需要发挥创意解决的状况 只要问对问题 你就能得出正确答案 别太急躁 观察肢体语言 仔细听哭声 如果你读过我的书 就知道耳语的起手势是观察宝宝 尊重宝宝 以及和宝宝沟通 你必须看出宝宝真正的样子 认识他的个性和一些小怪癖 没什么不好 人人都有怪癖 因才施教 有人说过 我是少数从宝宝观点出发的育儿专家 我只能说 总该有人替宝宝发声吧 有一次我对着刚出生四天的小宝宝自我介绍 爸妈在旁边露出一副看到疯子的表情 还有一个案例是 父母突然自行决定 不再跟八个月大的宝宝同床共眠 宝宝嚎啕大哭 我于是翻译给他们听 妈咪爹地 当初不是你们决定要跟我睡在一起的吗 我根本不知道婴儿床是什么 更何况现在身边少了两个温暖的大身体 我完全睡不着 所以只能大哭了 这对父母也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 我会替父母翻译宝宝语 这样爸妈才会记得他们怀里的小东西 以及在房间里东奔西跑的小朋友 实际上也有自己的情绪和意见 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只考虑大人的需求 我看过无数次类似的场景 一位母亲对年幼的儿子说 好了比利 你又不想要亚当的卡车 可怜的小比利还不会说话 如果他能开口 我打赌他会说 我当然想要啊 妈咪 不然我干嘛一开始要从亚当手中抢走呢 但是妈咪不听 她会自顾自拿走比利手中的卡车 或是轰比利交出卡车 把卡车还给人家才乖哦 此时我已经在心中默默倒数 看比利何时会崩溃失控 别误会 我不是说妈妈应该纵容比利 抢亚当的玩具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讨厌恶霸 但如果比利长大变成恶霸 那也不是她的错 详约巴张 我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认真聆听孩子的声音 就算不想听 也得听 照顾婴儿也该应用相同技巧 别太急躁 观察肢体语言 仔细听哭声 认真厘清真相 这些技巧到宝宝长城幼儿 甚至年龄更大之后仍然受用无穷 别忘了 青少年只有身体长大 心智还跟幼儿一样 所以最好早点学会读懂幼儿的心思 我整理出一些技巧 在书中时时提醒你 教你如何抽丝剥茧 慢慢来不急躁 我的读者应该都知道 我很喜欢用英文字手缩写来取名 比如超级通的 eat activity, sleep and your time 捡吃饭,活动,睡觉,留给自己的时间 后续接语和stop and figure out what's up 听听,看,厘清状况 后续接语F and hold your e 第二本书的 以及hold yourself back, encourage exploration, limit and praise 并不动鼓励探索 适可而止 赞美 这以HLP表示等 我想出这些缩写不是在卖弄小聪明 也不觉得育儿会因此变得多轻松 我常常亲上火线 所以很清楚当父母一点也不 easy 尤其新手爸妈很容易搞不清楚状况 特别是睡眠不足的妈妈 不论你是哪一种角色 所有爸妈都需要协助 我只是提供一些实用工具 在你脑筋可能转不过来的时候出场救援 比如easy 第一张主题可以帮你记住一天规律作息的顺序 我也知道 当宝宝长成幼儿 新的家庭成员报到 都会让生活变得更复杂 我的目标是帮助宝宝顺利成长 同时将你的生活维持在正常状态 至少别让宝宝打乱了你的生活 跟孩子缠斗的过程中 我们很容易忘记实用的建议而落入苛疚 说实话 如果你发现两岁的哥哥拿新买的彩色笔 在妹妹脸上乱话 不顾妹妹GIS正嚎啕大哭 还在一旁得意洋洋的微笑 试问谁能保持理智 我不能亲自到每个人家里拜访 但如果你能记住英文缩写 那就会像是我本人站在你身边 轻声提醒你该怎么做 好多父母都告诉我 这些英文缩写大多时候 确实能帮助他们集中精神 记住耳语技巧 那么各位不妨就再多记一个育儿法宝缩写 PC吧 当个有耐心有觉察力的PC爸妈 PC不是政治正确的缩写 而是耐心与觉察力 不论孩子多大 这两项特质都很受用 每次我和困扰中的父母见面 他们的担忧不出三大问题 睡眠 喂养和行为 而我的解决方式 也总是包含耐心或觉察力 缺一不可 父母不只面对问题 需要耐心和觉察力 平常互动也该保持PC 不论游戏时间 逛超市 与其他孩子相处 以及日常大小事 秉持耐心和觉察力的父 母通常更加的心应手 没有人能一整天都有耐心 又有觉察力 但是做得越多 就越能习惯成自然 勤家练习 就会做得更好 本书会不断提醒你要有耐心和觉察力 现在就让我先解释这两个概念 P 为人父母 是一条艰辛且没有尽头的长路 你必须把眼光放远 而良好的教养都需要耐心 今天的大灾难在一个月后 只是一场遥远模糊的记忆 但身处当下时 却很容易忘掉这一点 亲爱的 这种事我见多了 父母往往在盛怒之下选择看似最快解决的途径 事后才发现把自己逼近死相 这就是意外教养的开端 之后详述 比如 我最近遇到一位妈妈 习惯用轻胃的方式安抚宝宝 结果一岁三个月大的宝宝 一直无法独自入睡 每晚都要妈妈轻胃四到六次 这位累坏的可怜妈妈说 她一直想让宝宝断奶 但是光想没用 你必须有耐心撑完过渡期 有了小孩之后 生活变得乱七八糟 面对东西乱丢 饮料大翻和脏脏的手印 你势必得要拿出耐的心 否则很难熬过孩子的各种第一次 哪个幼儿第一次用杯子喝水就成功 不会一滩水流得到处都是 孩子一定是慢慢练习 从最初由嘴角流出一丝水 到最后终于成功喝到杯子里大部分的水 这个过程并非一蹴可挤 途中肯定会遇到挫折 让孩子逐渐熟悉用餐技巧 学会把水倒进杯子 学会自己洗澡 放手让他在不那么安全的客厅自己走 以上都需要爸妈付出耐心 缺乏这项重要特质的父母 可能会不自觉造成孩子的偏执行为 即使是年纪还小的幼儿也不例外 我在旅途中 见到两岁的塔拉 明显受到超爱干净的母亲辛西亚影响 走进他们家 我几乎看不到两岁女儿住在家里的痕迹 辛西亚整天在家里忙进忙出 拿着湿毛巾跟在女儿后头 一下替她擦脸 一下擦干洒出来的饮料 塔拉一放下玩具 下一秒辛西亚就收进玩具箱 有其母必有其女 塔拉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已经会说脏脏了 乍听之下很可爱吧 但两岁的塔拉不但不敢自己走太远 一有其他孩子碰她 她就大哭 这只是很极端的特例吗 或许吧 但如果不让孩子像个孩子 身上没半点脏污 一点小错坏事都不许犯 那就太 说不过去了 一位厉害的Tal PC妈妈告诉我 她经常为孩子举办 吃饭不拿餐具的小猪之夜 说来有趣 当我们允许孩子撒野时 他们反而不会做得太过活 想改掉孩子的坏习惯 父母耐心与否尤其关键 当然孩子年纪越大 需要的时间越长 但是不管几岁 你一定要先理解 改变需要时间 过程是急不得的 奉劝各位 宁愿现在花点耐心把孩子交好 告诉孩子该怎么做 请想想看 叫两岁的幼儿把玩具收干净 总是比较叛逆期的青少年 收拾房间容易吧 觉察力 从宝宝离开子宫 吸到第一口空气 爸妈就应该发挥觉察力 永远记住要从孩子的观点出发 包括抽象和具体的观点 蹲下来 从孩子的视角望出去 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比如第一次带孩子上教堂 你可以蹲低 想象从婴儿座椅或手推车 看出去的视野 闻一闻空气中的味道 想象现香和蜡烛 在敏感的爸宝宝鼻子里是什么气味 仔细听 人群的说话声 唱诗般的歌声和管风琴有多大声 宝宝的耳朵会不会受不了 我不是要爸妈避开新环境 相反的 让宝宝接触新的景象 声音和人群是件好事 但假如宝宝每到陌生场所总会哭闹 具有觉察力的爸妈就应该读懂宝宝的意思 进展太快了 请慢一点 或者过一个月再试试吧 多运用觉察力抽丝剥茧 你会逐渐了解宝宝 并培养出正确的直觉 觉察力也包括做事之前先想清楚 妥当规划 别等到大事不妙才来收烂摊子 尤其是你早就知道后果的情况 比如你和好姐妹约好一起带孩子玩 但是相处几次下来 孩子们总是吵架 最后都以哭哭啼啼收场 那就替孩子换个玩伴吧 就算你跟另一位妈妈交情没那么好也得换 玩伴的意义就是要一起玩 与其强把破孩子跟没那么喜欢的人相处 不如直接请保姆代班 让你和好姐妹好好的聊天 觉察力是指有意识地注意自己说的话 跟孩子一起做的事 对孩子做的事 并且言行一致 说一套做一套会把孩子搞糊涂 假设你今天说在客厅不准吃东西 隔天晚上儿子在沙发上吃洋芋片 你却不管 久而久之 你说的话就失去公信力 儿子再也不听你的话 这你难道能怪他吗 最后 觉察力简单说就是有意识的言行以及陪伴在孩子身边 每次看到宝宝或幼儿大哭没人理我就痛苦万分 哭泣是孩子学会第一种语言 哭了没人理就像是父母对孩子说你不重要 缺乏关心的宝宝最后会停止哭泣 同时也会停止成长 我看过父母以训练孩子坚强为理由 放任孩子哭泣 我不想把他宠坏或哭一下有好处 我也看过母亲双手一摊 姐姐需要我 妹妹只好先等一下 然后妹妹就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父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略孩子 我们必须陪在孩子身边 展现坚强和智慧的一面 为他们指引方向 我们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也是他们0到3岁时唯一的老师 我们必须扮演好PC爸妈的角色 这是我们欠孩子的 唯有如此 孩子才能发展出最好的一面 感觉没用时 就是你需要改变了 父母常问的问题之一就是 为什么没用 无论是想让婴儿睡满两小时 让七个月大的宝宝吃副食品 或是教幼儿不要欺负其他小朋友 父母常常会回答 对 但是 对 我知道你说过白天要叫醒他 晚上才睡得着 但是 对 我知道你说过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 对 我知道你说过他一展现攻击性 就要把他带出房间 但是 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的耳语技巧绝对有用 我自己就用在数千个宝宝身上 同时也传授给全球各地的父母 我不会创造奇迹 但我很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也累积了多年经验 我同意有些宝宝比一般人更难搞 这一点大人也一样 有些成长阶段也更难熬 比如长牙或满两岁时 甚至是染上意外疾病时 包括父母和孩子 但是只要回到基本原则 十之八九的问题都能解决 如果迟迟没有改善 通常都是父母做了某件事 或是父母的态度要改 这么说也许不中听 但别忘了我是站在宝宝的角度来发声 所以如果你翻开本书 是为了改掉某个不良习惯 恢复家庭和乐 但是用尽各种方法都不见效 连我的建议也没用 那么请温馨自散 问你是否符合以下任意叙述 如果你想采用我的耳语技巧 但符合以下任何一项叙述 你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态度 十 你没有建立规律作息 反而被孩子牵着鼻子走 读过超级婴儿童的人就知道 我坚信宝宝必须建立规律作息 没看过的读者别担心 我会在第一章温故知心 说明EASY概念 最理想的状况是 从医院带宝宝回家的第一天 就要建立规律作息 当然错过第一天 也可以从第八周三个月或更晚才开始 但是很多爸妈都会遇到阻碍 尤其宝宝越大 越是困难重重 接着我就会接到 语气很绝望的电话或信件 我是一位新手妈妈 女儿苏菲亚八周半大 我想建立她的规律作息 但是她的时间实在太不固定了 不论吃饭或睡觉时间都很乱 我好担心 请给我一点建议 这就是被宝宝牵着鼻子走的典型案例 不是小苏菲亚的时间不固定 她只是个婴儿 婴儿懂什么呢 他们不过是才刚来到这世上 我敢说是妈妈的时间不固定 毕竟女儿才八周半大 连吃饭睡觉都还没搞懂呢 婴儿只知道我们叫的一切 这位妈妈说她想建立规律作息 但她并没有真正负起责任 第一章再详述 该怎么做 等宝宝长大一点 一直到幼儿阶段 维持规律作息仍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责任是引导孩子 不是被孩子牵着鼻子走 孩子的晚餐时间 睡觉时间都应该由我们来定力 你一直在进行意外教养 外婆老师告诉我 做事情要瞻前顾后 可惜父母有时候 在当下会不择手段 让宝宝停止哭泣 或是让幼儿冷静下来 这个不择手段 通常会演变成 必须改掉的坏习惯 这就是意外教养 比方说 妈妈错过了午觉的入睡黄金时间 所以十周大的汤米现在睡不着 于是妈妈开始抱着汤米 摇一摇晃一晃 没想到汤米就这样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隔天午觉时间 汤米在婴儿床闹了一下 妈妈为了安抚他 又把他抱起来摇一摇 也许妈妈自己觉得 这个睡前小仪式很疗愈 把可爱的小宝贝抱在胸前 意味很甜蜜 但是最多三个月过后 我保证汤米妈妈会开始抓狂 搞不懂儿子为何讨厌婴儿床 除非我抱他 不然他不肯睡 这不是汤嘎 美的错 是妈妈无意间让儿子 将摇晃和温暖体温与睡觉联想在一起 现在汤米已经习惯成自然 要是没有这些睡前仪式 汤米就无法进入梦乡 再者 没有人教他如何在婴儿床上安然入睡 他当然会讨厌婴儿床 你没读懂孩子的暗示 有的妈妈会打给我求救 他以前有按照规律作息 现在作息却乱掉了 我要怎么让他恢复习惯 每次出现 以前都现在却 这种造句不仅代表父母被宝宝牵制 通常也表示比起宝宝本身 父母更注意时间或自身需求 父母没读懂宝宝的语言 没仔细观察宝宝哭的状况 就算宝宝已经开始压压血雨 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宝宝的行为 比如侵略性较重的孩子 不会一走进房间就开始打玩伴 他一定是慢慢累积 最后才爆发 聪明的父母就要注意征兆 趁爆发前 把孩子的精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你没考虑到孩子本来就经常在改变 有时候父母没发现是时候改变了 才会说以前都 假如宝宝满四个月大 还在实行零到三个月的作息 简第一章 他当然会不高兴 宝宝原本睡得好好的 满六个月之后 如果爸妈还没开始喂副食品 宝宝就会夜省 养小孩唯一不变的真理 就是孩子随时都在变 那你只想要速成特效药 不论是半夜醒来讨奶 或是不肯坐在儿童椅好好吃饭 孩子年纪越大 意外教养造成的坏习惯就越难戒除 但是大多父母都希望灰灰魔杖 问题就能解决 比如一连为了轻胃改成品位而来请教我的建议 之后却称我的方法不管用 遇到这种状况 我开头一定会先问 你试了多久 一连坦诚 早上喂奶试过一次 然后就放弃了 为什么一下子就放弃 正是因为一连期望立刻见效 于是我提醒她PC的P代表耐心 你没有下定决心改变 一连的另一个问题是 她不愿意坚持到底 她的理由是 我怕不立刻喂的话 小泽会饿到 但各位应该也猜到了 这并不是整件事的全貌 她说希望先生也能喂五个月大的小泽 实际上她还是只想一个人喂奶 如果想解决问题 你必须是真心想解决才行 而且你要拿出决心和耐力坚持到底 拟定计划 严格遵守 不啊 要走回头路 也不要一直换方法 只选定一种方式实行一定管用 前提是要持续照做 持之以恒 容我再三强调 实行新方法的态度要和旧方法一样坚定 无论如何都要照做不悟 当然有些孩子的脾气比较抗拒改变 人遇到改变总是会有点不甘愿 大人也一样 只要坚持下去 不要乱改规则 孩子终究会适应新方法 父母有时候会骗自己 声称新方法 比如第六章的抱起放下法 已经试两周了 还是没有效果 我一听就知道不可能 因为不论是哪种性格的孩子 抱起放下法 一定会在一周内见效 可想而知 在我细问之下 父母才说前三四天试了有效 但几天过后 宝宝又在半夜三点醒来 他们没能继续照做 气恼之余 他们试了别的方法 我们决定放任他哭 有人推荐这样做 我可不推荐 因为宝宝会觉得被父母遗弃 现在可怜的宝宝 不只被变来变去的规则搞糊涂 同时还被吓坏 如果不打算坚持到底 那一开始就别做了 如果靠自己做不来 请找先生妈妈婆婆 好朋友等人支援 否则 你只是在折磨宝宝 害他哭得撕心裂肺 最后还是得抱回自己床上睡 相见第五到七章 你选的方法不适合你们家或你的个性 每次我提出规律作息 或其他戒掉坏习惯的技巧 通常都能判断 是爸爸还是妈妈比较能有效执行 其中一人会比较有纪律 另一个则是软心肠 或是更糟糕的 可怜小宝贝症候群患者 有些爸妈会歪着头对我说 我不希望宝宝哭 事实上我不赞成强迫宝宝 我不相信任由孩子大哭是好事 无论处罚时间多短 我也不赞成暂停隔离法的 孩子需要成人的协助 而我们必须在孩子身边 才有办法提供协助 尤其如果你想挽救意外教养的后果 更需要下苦工 如果无法接受某一项耳语技巧 你可以选择完全不采取 或是想办法找援君 例如请抑制比较坚定的另一半带劳 或是找妈妈、婆婆、好友等人帮忙 你所谓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 所以不必解决 最近我收到一封信 询问四个月大的宝宝 可以睡过夜 但他的奶量只有710毫升 你的书提到奶量应该介于 950至1060毫升 我该如何增加他的奶量 有多少母亲不惜一切代价 想让宝宝睡过夜 这位妈妈所谓的问题 只是宝宝的奶量 与书中所述不符 也许这个宝宝体型比较娇小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姚明家的基因嘛 只要小儿科医师不担心宝宝的体重 我建议先不必轻举妄动 只要好好观察宝宝 也许再过几个月 他就会半夜哭醒 这时妈妈就可以考虑白天 天多未典 你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 有些爸妈对于育儿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通常这些人事业成功 在职场是备受爱戴的上司 既聪明又有创意 他们把生儿育女视为人生的重大转变 事实上确实也是如此 但生儿育女 同时也代表踏上很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因为父母必须承担一项重责大任 照顾另一名人类 一旦成为父母 你就再也回不去从前的生活了 宝宝有时的半夜喂奶 管教幼儿也不像专案管理 可以高效率进行 孩子不是任人设定城市的机械 他们需要关心 时时刻刻留意 以及很多很多的爱 就算有人帮忙带孩子 你自己还是得花时间精力 去好好了解儿女 还有别忘了 不论孩子现在处于好或坏的阶段 现阶段一定会过去 就像最后一章说 正当你以为出事时 新挑战马上又来 学会更了解孩子的思考方式和看法 这本书是为了回应 各位的需求所写 许多爸妈想要进一步 厘清育儿策略的疑问 还有包罗万象的问题需要解答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人想要 不同岁数的明确指南 我的读者都知道 我不太喜欢按照宝宝年龄 给建议 因为宝宝的问题 并没有那么清楚的年龄分水岭 当然 婴儿和幼儿 通常都会在特定时间 达到某些各里程碑 但是就算不符合一般的时间点 八成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 为了回应各位想厘清细节的需求 我在这本书将耳语秘诀 按照年龄分类 加入多种量身打造的技巧 分成出生到六周 六周到四个月 四到六个月 六到九个月 九个月到一岁 一到两岁 以及两到三岁 本书用意是教父母 如何更了解孩子的思考 方式和看法 书里每一张 不一定都会提到所有年龄层 端看该章讨论的主题 比如第一张讨论EASY 就只介绍 零到五个月宝宝的做法 因为这时候 爸妈对作息会有许多疑问 第四张讨论幼儿饮食 就会从六个月大的宝宝谈起 因为这时候 宝宝才开始吃副食品 你会发现 每个年龄层 其实涵盖范围很大 因为每个孩子状况不同 不适合分得太细 另一方面 我也不希望读者 落入我所谓成长较劲的心态 拿别人孩子的进度 或问题跟自己孩子比较 或是一发现 小朋友不符合年龄层的表现 就紧张兮兮 我看过很多共学团的孩子 年纪都差不多 妈妈们可能是在产房 或妈妈教室认识 这群妈妈会坐在一起聊天 但我看得出来 他们都在观察彼此的宝宝 一边比较 一边纳闷 就算没有大声说出来 我都可以听见 他们内心正在想 我家克莱尔 只比埃曼牛小两周 为什么长得比他小只 看看埃曼牛 已经想拉着站起来了 克莱尔怎么毫无动静 首先 对三个月大的婴儿来说 两周是非常大的差距 那可是他人生的六分之一啊 第二 看了婴儿发育时成表 父母都会把期待拉高 第三 孩子各有各的强项 克莱尔或许叫晚才学会走路 其实现在还说不准 但说不定他会比较早开口说话 在此呼吁各位 阅读本书时 请不要只看自己孩子的年龄层 因为小时候的问题 可能会一直持续 比如五六个月大的宝宝 突然出现两个月会有的问题 再说孩子可能某方面特别有天赋 所以先了解之后的发育阶段不无好处 我认为黄金时间确实存在 也就是实施某项技巧的最佳时间 比如让宝宝睡过夜 或是带宝宝认识新事物 包括亲胃改成平胃 或是训练宝宝做餐椅 尤其进入幼儿期之后 如果没有把握黄金时间 亲子可能会陷入角力 你必须未雨绸缪 如果你没有想办法把幼儿该学会的事 例如穿衣服 上厕所设计成游戏 或开心的活动 孩子就有可能抗拒这些新改变 养育过程再艰辛 也别忘记大笑 本书涵盖的主题很广泛 我尽量放入所有育儿会面临的问题 也因此很难整理成条列公式 每个章节的重点都是育儿问题 但内容各有不同 希望这种编排方式 可以帮助你先了解基本概念 然后参透我如何看待各种教养挑战 每一章节都有许多特别单元 例如教养的迷思 综合一栏表 重点资讯 以及来自各个家庭的真实案例 本书所有案例 往来信件和网站发文的 当事人姓名与身份资料 皆经过修改 我想将重点聚焦在 父母最常见的担忧 并且分享我通常会问 哪些问题来找出症结点 我就向受聘顾问 前往公司分析经营不善的原A 因我必须搞清楚 公司成员他们分别负责的职务 以及发现特定状况之前 发生了哪些事 接着我必须提出另一套做法 带着情势走向另一种结果 一旦了解我对宝宝和幼儿问题的想法 以及我如何拟出解套方法 你也能成为家中的耳语专家 前面提过本书的宗旨是帮助你学会我的思考模式 这么一来你就也能自行解决宝宝问题 我为了厘清状况所提出的问题都会以粗体标示 就像这样一目了然 书中提到儿子和女儿的次数尽量维持各半 但是爸爸和妈妈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收到的信件和电话绝大多数来自妈妈 所以书中提到的也大多是妈妈 各位爸爸 如果你正在阅读本书 请了解我并非故意忽略你 我很庆幸现在许多爸爸也会担起教养的责任 甚至有两成的父亲是家庭主夫 希望有一天 经由各为的努力 大家不会再说亲子书籍是专门写给妈妈看的 本书有两种阅读方式 第一是从头看到尾 第二是翻到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那一页开始看 不过如果你没读过我的书 我强烈建议至少要读完第一二章 了解我的基本育儿理念 与协助你分析各个年龄层 为何会遇到特定问题 第三章挑出爸妈最担心的三大领域 胃养 睡眠和行为 深入剖析十大焦点 很多人告诉我 比起育儿建议 他们更欣赏我的幽默感 我保证这本书处处能逗你一笑 毕竟亲爱的 如果我们忘记大笑 忘记珍惜平静亲密的时光 就算每次都撑不了五聊五分钟 那原本就很艰辛的养育之路 一定会压得你喘不过气 本书有些建议 或许乍看令人意外 你不太相信会有效果 但我已经在其他众多家庭 见证这些技巧的功效 所以不妨就试试看吧